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甚至有很多台湾的朋友会觉得说 我已经开始怀念香港了 因为现在对政治稍微有一些判断 对政治稍微讲过一些自己的看法的人 谁还敢去香港呢 当然对于香港来说 还是有很多人坚定留在那边的 那么坚定留在那边 又继续为自由民主来奋战的人 到底有没有任何人可以保护他们 国际之间的发生 力道到底够不够 就在港版的国安法过关前夕 其实欧盟包括美国都有放纵化 但是中国依然不理不睬 中国强硬过关 无视于这个自由世界的观感的同时 会不会让很多台湾人想到了 今日的香港就是明日的台湾 而香港人呢 连龙墙连夜拆除 非常令人感叹 而现在呢 出现了另外的一种 这个无字的连龙墙 是不是代表的是一种更深层的感触呢 另一方面来看看台湾 台湾在今天正式宣布 要在这个关岛呢 重新辐射办事处了 这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 是不是加强了跟美国自由世界之间的连结 我们今天都要来好好的讨论 不过台湾内部其实还蛮多纷乱的 比方说两位中美记者 限制在今天离境之后呢 我们的行政长苏仁商说 嘟好而已 在这里这违法的行为 感应被证 而且离境是嘟嘟好而已 但国台办已经气炸 后果由民进党来承担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呢 那么又有一些偏蓝的名嘴 马上讲了 这个民进党政府 是把新闻记者当人看吗 好 有这样的互相唱和 我们就来好好讨论一下 不过蛮有意思的是呢 台湾毕竟是一个自由的国家 所以这两位中美的记者呢 要他们今天呢 保护我看一看回家的时尊 其实你东南卫士 如果要派人来 这个政府应该经过合法的申请 还是会让他们继续呢 派驻记者来这里 但因为是自由国家的关系 今天人就要走啊 昨天继续开节目 继续批评 指导民进党政府 你不会怕嘛 但是我们台湾人 批评到中国的政府 批评到台湾的香港的政府 现在连转机都非常的害怕 这就是两个国家的差别 今天我们来好好的讨论 先来介绍这个余会来宾 民进党新北市议员何博文 大家好 曾经学教授范士兵老师 欢迎好 大家好 国民党前立保委员罗书雷 欢迎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真正媒体员黄创夏 欢迎好 大家好 真正媒体员杨慧珍 大家好 再来介绍的是这个律师黄定 主请大家好 好 新闻开始 我们先来关心一下 这个两位这个东方卫士的记者 其实来台湾也采访蛮蛮久的了 那么政府主要是说 你是申请来采访 怎么会做起了政论节目 在台湾开棚 那么所以这中间到底 国台班今天是蛮大动作的回应 民进党政府要后果自负 我们来看VCR 好 那有人会说 这就是亲门答案 你来我们家 你就是要拆访 你怎么给他开这篷 现在又找蓝营的名罪 要把政府举到没吹起 没一堆团 那台湾就是一个自由世界 其实你是可以批评政府的 都可以的 那为什么突然这个要被费政离境 来了解一下 不过即便是费政离境 他们在台湾没有恐惧 这就是自由的滋味 你不会害怕随时被抓走 所以我们说你可以回去了 他昨天晚上依然主持政论节目 继续的批评台湾 我们是很有胸襟的 那这个违反规定之后 东南卫士现在有五个注点记者 两个参与制作节目 被要求限制出境的 另外三个人可以继续留下来 可以继续采访 那么你是不是有两个 你如果还要再补缺 未来东南卫士再提出 其他注点记者的申请 应该是会核准的 来了之后就按照 这个核准的目标去做就好了 不要做违法的事情 那我们今天让你进来做采访 没有让你主持节目 你就要弄清楚 那中国其实是 可能你采访记者要入境 他就先跟你讲 你来刺痛 你好啊 刺痛 沒關係 你来这抗费 偷偷采访干嘛 他就不允许了 那你知道中国给你不允许的时候 究竟会做什么事 你不知道你会害怕嘛 那你看他们在自由 品尝自由的机会 就是今天要回家了 昨天继续开节目继续骂 东南卫士之前 就曾经有过一个记者 在那个花莲地震的时候 日本救援队来台 那么就有一个记者 他就是叶清零 之前新闻做蛮大的 刻意连结我方政 我让日本来 不让中国戒援队来谈 而且没有经过许可 就进入了汉光眼徐的 这个采访范围 那这个新闻 今天大家当然蛮关注的 今天顺顺利利的离开这个了 那这个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也有他们的说法 他们说只是采访 只是做提问 没有录制完整的节目 没有录制完整的节目 但是你也是有录节目嘛 但是一直强调说 他没有录完整的节目 他们说没有 没有对任何政论节目 发表评论 针对特定事件 发表个人意见 这次被要求 限期离境 有很多的疑问 这是离台记者的说法 苏珊说 这个做违法的事情嘛 就是说你没有申请的项目 你做了 其实叫他们离境 刚好而已 但是国台办已经气炸了 说后果由民进党承担 他们的发言人说 民进党对大陆媒体 注点记者正常新闻报导 活动进行蛮横无理的打压 暴露了他们所谓 新闻自由的虚伪性 所以这个民进党当局 以各种手段阻挠两岸交流合作 现在又把矛头对准媒体 在台湾正当新闻报导 严重干扰大陆媒体注点采访 严重损害大陆记者正当权益 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 立即停止无理做法 否则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 由民进党当局承担 会有什么后果 博文 这个我们在讨论这议题 我觉得很奇怪 因为对我来讲 中国哪有媒体 中国只有传声筒而已 中国从来没有媒体 中国连所谓的媒体 就都是官方的统战工具 我讲白了就是这样 你用这样的论调 你去挑战他们 他们不会跟你说 你讲的不会 他说对 就是如此 你知道所有的官方的媒体 他们的口径一致 政策目标一致 然后包括他们来台湾 不管是采访也好 或开节目也好 坦白讲他们的媒体 也就是在宣传 这个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 也就是把官媒当作 是一个宣传统战的工具 所以我是觉得 就是说台湾当然是一个 自由开放的地方 我们大明大放 那我觉得今天 我们能够接受这个 对我们拥有这么深厚敌意的国家 派这个记者来这边采访 我觉得其实是很OK的 但是问题是你的工作的项目 就跟你实际申请的项目不合 所以我们依照法令 台湾是法治国家 依照法令我们把你这个 就要求你立刻离境 要求遣返 我觉得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个程序 所以我认为 如果说今天这些东南卫视记者 他媒体工作者 我觉得他如果说心有不平 心有不甘 他大可有其他申诉的管道 或者说其他的方式 但是至少在这边 我们不可能说 你这个违反 你身为统战工具在台湾 这个进行违法的这个采访 或者进行违法工作 我们不可能说 这个拿这个塑胶子弹打你 不可能这个用警察用暴力 把你拖出去等等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两个记者 他要离境之前 虽然说心有怨言 这个口有怨言 但是其实心里是依依不舍的 因为来这边 自由的空气 自由的空气 我觉得这种 免于恐惧的自由 免于恐惧 对 你看他要离境 大家都还可以带他 罵你两句 对啊 继续录 继续录节目 继续骂你两句 其实我认为政府这样做 依法行政刚好而已 好 刚好而已 但黄志玄已经开始 连猪炮狂呛蔡英文咯 你把大陆记者当人吗 他说民进党政府 要求两天内离境很荒谬 指出东南卫视记者 没有犯任何错 把矛头指向民进党 针对记者下手 东南记者到底是干了什么 使恶不舍的事 让民进党这样凶性大发 我想请问 一样的标准 李明泽干了什么事 就这样被抓起来 我们只是叫他打包回去而已 还有限期是八天 叫他们打包 李明泽做了什么事情 转机到澳门 人就这样不见了 人就不见了 在中国里面 经过种种的哪些事情 我们不知道 他就认罪了 黄志玄 你没要说一句话 你命我们的总统 有动作人吗 范老师 你有没有去上过这个 对岸的节目 在台湾落地的这个 以前有过一两次 有过什么潜规则 当然就不能叫台湾总统 也不能称 甚至我们连行政院都不太能讲 就叫什么台湾最高行政部门 他有一些持续的 专有持续的对照组 他会先发一张给你们吗 对照组 你照这个讲 不然也是消音就对了 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忘记 他会把你消音 对 那我觉得其实 这一次的这个作为 中国会怎么解读 就是台湾follow美国的脚步 为什么 美国在今年二月十八号 把五家中国的媒体 视作叫做外国使团 他等于就不是媒体 他就是中国的所谓的代理人 拿五家一个叫新华社 这中国最大的通讯社 国家通讯社最大的 第二个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第三个是中国日报 第四个是环球电视 再来第五个 这是人民日报的发行公司 叫做海天公司 这五家公司列为所谓的代理人 那表示他认为这五家媒体都是假的 你们其实表面上是媒体 实际上你们就是在做情报工作 那到了今年的六月二十二号 又增加了五家 所以美国这么做的目的有什么 第一个他要求这些媒体 现在目前已经十家媒体了 你所有的每个里面的记者 你的财产 还有你的家人的状况 你在美国的财产 房地产全部都要交给 让美国政府了解 而且你在里面的运作方式 里面的采访的内容 美国都要严格控制 那保持什么 美国认为这些媒体都不单纯 那我必须要讲 其实像什么新华社 驻台湾有记者 他还访问过我 访问了半天 一个多小时 我说后来过几天 我就问他 我说灯在哪里 他说我们没有刊灯 我说你问我干嘛 真笑 问那么久 他说我们就内餐资料 他问你有没有给你钱 没有钱 他们访问都给钱的 所以说我们的 我们的level不够 你今天坐在这边 发现有人访问 有拿钱就问了 没有那种身价 我刚才讲了一个小时 讲了一个小时没有拿钱 对啊 没有拿钱 然后还告诉我 他就是内餐 什么叫内餐 就是他们内部参考用 为什么要内餐 为什么 他就是情报收集 是 对 他就是把你讲的东西 变成情报分析 变成他们的报告 所以他们的记者在台湾 我们记者在台湾的记者 不用去跟人家做什么情报收集 为什么他们要有这个任务 因为中国的记者 不是说我去应征 例如说三例 我是记者就OK了 对 他要有记者证 记者证是谁 是国新办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他核发的 就是你一定要有这个记者 否则你任何媒体 因为中国本来就没有 没有自己的媒体 全部都是国家的 没有私营媒体 国家要信 媒体要信党 对 跟着党走 媒体要跟着党走 所以每个记者 一个你要党员 第二你要有记者证 然后你才有可能成为采访 再来就是你的 所有的言论尺度 都必须要跟着 中国官方的标准 那习近平上来之后 他比过去胡锦涛 更加的严格控制媒体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觉得今天 他来台湾 亲门踏户 但是我必须要讲 这也看出来国台办 他的心酸 他说这个后果 台湾负责 民进党致负 致负 承担 会做什么事 他还在讲 什么什么 蔡政府打压新闻自由 就像刚刚博文讲的 你中国哪有什么新闻自由 你中文媒体就传声筒 你还敢喊新闻自由 对 真的是不要联席了 你根本你自己都没有 然后他现在就是怎么样 说这个次蔡英文打压 言论等等等等 当然他会反暴富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你看出来他的无奈 中国国台办的无奈 因为我们可以这样做 反正你今天 你因为他来台湾做的媒体 他除了 他刚刚提过情报收集 另外就是做统战 另外就是结合 台湾的政治人物 来唱衰台湾 来骂民进党 但是我们的媒体 在说在北京 说难听一点 什么都被控制的 你去哪里都要报告 你连说到北京市 你都要报告 我们根本不可能 在那边搞什么直播 根本不可能 所以这个是不对称的 他在台湾利用台湾的自由 连都叫你走了 我前一台是要继续录节目 对 你看看 就是他 这就叫我们叫他 瑞实力 叫short power 我们常常讲过 有什么软实力 short power 文化 价值 有硬实力 hard power 你的国家战力 那什么叫short power 所以我利用这种媒体 我利用这个 因为你不对称 因为他来台湾 我们让他自由跑跑 他要干嘛 就要干嘛 他要直播 直播 他骂台湾 就骂台湾 可是我们的媒体在中国 我们根本不可能搞直播 我们不可能骂习近平 那就不对等 不对等 他亲门 他户进来 我们不能提供 他一个统战台湾的平台 让白狼张安乐 在那边畅所欲言 让这些统派团体 不断在那边做宣传 可是我们在中国 我们却受到各种的限制 那我比较想 今天是都好娘 都好娘娘 就是我觉得 就是展现出我们台湾政府 我们可以控制中国的媒体 我们可以跟你中国媒体 say no 我们可以把你驱逐出境 所以你也表示你中国的主权 根本达不到台湾 你的管辖权也 达不到台湾 你的长臂管辖进不了台湾 我觉得这就表示 台湾跟中国两边是各自分离的 好 那其实台湾政府真的 其实不容易 就是说台湾目前内部势力 有一些纷乱 当然支持统一的人 现在比例也大概在10%以下了 但是他们的声量总是很大的 他们高兴怎么骂政府 就怎么骂政府了 但是这个520的这一这一夜 其实台湾曾经经经历过一个 相当惊险的一个状况 520之前是不是总统府 有一些人事资料的这个资料大爆炸 很多就是说 到底总统府这个内部资料 要找谁 人事一些讨论 甚至有一些 这个所谓的斗争跟安排 这个资料跑出来了 爆出来 成为很多媒体的焦点 这个新闻资料是 这个内容是怎么被爆出来的 总统府有一个说法是说 骇客攻击流出来的 总统府的说法是说 资料真真假假 有真的有假的 那可见得其实中国的网军 随时四季的在对付台湾 今天传出说 519攻台骇客 而且骇进了中游 而我国的资安团队 是激烈的交战击退 中国网军其实先前已经先部署了 把病毒埋在里头 然后519当天 这个台湾的 这个我们的政府资安团队 发现说 怎么骇客攻击了 这个是我们看不到的一个画面 但是你可以想象 两边的这个资安高手在对战 他们要攻进我们 他们要摊坏我们中游的系统 而我们中游团队 不只是中游团队而已 包括我们的国家级的团队 全部入住 阻挡他们的病毒攻击 那经过24小时 我们终于解除危机 解除状况 所以我们加油的时候 可以顺顺利利的 就是我们的整个资安团队 激烈交战 这时候就有一个所谓的 我们的一个神秘部队 就是我们的 这个叫做什么 支通电军 我们成功的击退了他们 这个是在 我们大概知道说 在2017年还是2016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国家就已经决定 我们有入海空三军 但是就要成立第四军种 就是这个第四空间 就虚拟空间的第四支通电军 然后希望找一些网路上 比较强的人 城市能力比较强的人 进去处理这样的问题 那事实上这样子的所谓的 因为我们知道说 中国不是有六一三九八吗 他们的六大军工学校里面 都会找一些资讯电子的高手 数学的高手 去做这个攻击 然后过去的时候国安会也讲过 美国的国安局也讲过 台湾是他们练兵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也成立了 当时其实我记得是 最早是希望找到四百个 后来又继续扩征 到底到多少不知道 就在命命练兵 然后美国也有 美国防卫司令部里面的 最大的高手 最神秘的部队叫做 一四一部队 什么叫一四一 就是智商要超过一百四十亿以上 真的假的啊 真的啊 他们叫一四一部队 所以我是想说 能够做这种高手 就是智商和反应 灵敏度非常强 所以那天晚上 因为有时候骇客的战争 你很难拍成电影 那就是什么 突然之间呢 他们就发现说 在中油的某些伺服器上 某些的那个平台上 好像有异常讯号 而这个异常讯号 当中油发现之后 中油没有能力处理 所以就要请这个行政院 包括当时副院长 那个陈其面也还在 就拉上就下去 因为这个时候 其实他的攻防是什么 因为那个整个的病毒 通常这偷偷埋入的 他其实非常小 然后你很难辨识 那很难辨识的时候 可是呢 他在某一种条件 某一种情形之下 突然之间爆发 就开始扩散 那扩散之后 因为现在都是 英特内的时代 尤其是中油 那为什么要攻击中油 那不是哪中油的问题 第二天是520 台湾重要的日子 经过这个疫情 如果一大早 社会发生了纷扰 那个东西就难看 有时候这个攻击 已经不是直接攻击 你通你资料 社会上突然之间 所有加油站 大排长龙 叭叭叭叭叭的车子在响 然后社会上 今天怎么不能加油了 今天的什么 收银机出了状况 那整个社会陷入混乱 所以有很多时候 这个骇客的攻击 已经达到这样一个程度 所以我们在准备 520就职典礼的时候 其实私底下 可能对岸已经开始 拍摔面了 因为他是 你拿八百多万票 我就给你难看 因为看起来 他是玉埋病毒 因为有很多时候 中国那时候是喜欢用一种 钓鱼式的方法 比如说找到了黄庄下 然后黄庄下平常 有一些收线 所以他就偷偷丢了一个信 那里面有一个小小东西 那我都不知道 然后但是他一下就把 我整个通讯录里面的 人若人的关系就找出来 然后他们后面有部队 做这个分析 然后里面就是一个 你几乎是我们平常 不管你是各种少毒软体 或不觉得他是病毒 就是一个无害 可是他可能是 有时候有一个特殊的数串 比如说一个数字168 或什么520 碰到那一个数字的时候 他突然就扩散 所以他应该是在当天 之前就已经预想 埋下去了 想要在519到520大扩散 所以他是偷偷的传 所以这东西变成 你很难繁放 那我们台湾呢 其实除了那个整个 刑事局有针灸队 已经是非常高手了 其实我们知道台湾 其实一直是骇客高手的天堂 台湾从早期的时候 从当年十四岁十五岁的 有一个人叫做白牌 白帽骇客叫做唐凤的 他就是骇客出身的 本身就是骇客出身 白帽就是说 我只是练技巧 但是我不违法 那叫白帽 那黑帽当然就不太好了 所以台湾就有很多白帽骇客 包含有一段时间 以前有一个 如果大家还记得一个 CHU什么什么病毒 是建中的学生所做的 台湾本来就是支通大国 但是我相信中国应该 实力也很强 中国这也是我们激烈的交战 可以挡住他们的病毒扩散 是不是相当不简单 因为骇客跟数学很有关系 所以当时美国NSA的时候 他们做了一个 他们的一个很臭屁 他们NSA那外面有个一篇英文 跟全世界讲说 谁能够来攻破我们 我相信你们是一百四十八年 都不行 结果第二天就被攻破 就是被中国攻破 中国攻破 所以中国也很强 中国也很强 我们要小心 因为他的小心就是 从先前的时候 开始偷偷进到我们的卫生署 卫福部 然后就开始 他就觉得很奇怪 他其实有时候不是单一的 偷你一个资讯 而是在布线 把你透过每个人的联系网 而且上次把我们的公务员名单 也整个偷出来 那美国为什么这么对付他们 是像是一样 因为像美国上次 以一千七百万个公务人员 都被偷了 就因为一千七百万人都被偷 所以美国才发现 他们有这种钓鱼的方法 最后六一三九八 就是因为这个事件 而且他们偷到什么程度 F35的射击图 维吉尼亚航空母舰的特计图 NASA都被侵入 所以其实面对中国 真的要很小心 真的要很小心 那我们在激烈的二十四小时之后 还好我们守住了 我们五二零当天 大家睡醒 觉得日子照样在过 我想要加油还是去加油 其实很多的我们这个资安团队 不眠不休 让我们的日子可以维持正常 这是不是相当的不简单呢 讲到这个骇客的这个行径 台湾曾经就是透过骇客 去攻击别的政府 可是当时说真的 一种心情 人民的心情上 是觉得真的是出了一口鸟气 对不对 那时候主要是在2013年的时候 大家应该都还记忆犹新 当时我们的渔船到菲律宾 那个相关的海域 其实是在公开的海域在捕鱼 就没有想到菲律宾的 那个海巡单位的人 就竟然就射杀了我们的渔民 然后这起事件 引起两国的一个论战 然后当时我们外交体系 还在进一步跟他们要求 一些相关的一些责任的时候 我们的民间鸭客团 已经按捺不住了 直接以匿名台湾的名义 攻到他们那个菲律宾的 那个官方的网站 而且把他们网站的 菲律宾的国籍 换成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国籍 直接是宣示主权 而且要求他们赶快道歉 不道歉的话 我们会进一步的 就是攻击他们官方的 所有的一些相关的网站 那这个叫做分散式的组装的一个 阻断的一个攻击 他主要就是说 你现在这个系统 本来要收邮件的 我就让他没有办法收邮件 那他就因为他们的 所有官方系统是关关相连的 所以我们这样攻进去之后 总共菲律宾那时候 有2300个官方的 所有的网站 全部都不能使用 所以当时那个台湾 那个我们民间就大为正奔 然后都出了一口鸟气 你们这样官方的 这样欺负我们 我们官方没有办法 就是给你瞒着来硬着干 但我们的那个 骇客的实力不容小觑 所以马上就是攻回去 所以这起事件 也让全世界看到了 我们台湾的一个 这个资安方面的一个实力 可是你知道吗 刚提到就是说 为什么他来攻击 我们的中油跟台塑 其实是非常重要 因为在国际上 就曾经发生过 就是他攻击你主要的 比如说水力 比如说电力 比如说核设备 他攻击你这些主要的公用的 相关的设备 就是企图来瘫痪 你整个国家的一个正常运作 然后最有名的案例 其实就是在2010年的时候 就是伊朗那时候发生了 他的核设备 那个他的离心机 失速自转 然后到自转到整个 后来就燃烧起来了 2010年那一起事件的时候 大家发现说 为什么伊朗的这个 他当时 因为他每个速度的控制 当你超速的时候 自然造了整个系统的设备 你应该可以被停下来 但他们发现 完全没有办法停下来 后来整起事件 是隔了大概一两年之后 才被发现说 他们当时已经被植入了 那个骇客相关的软体 所以导致成这样 后来整起事件 还被拍成电影 然后就叫做临时攻击战 主要就告诉全世界说 现在大家认为说 大国之间的较力 已经不是军事上 你看得到的 甚至无形的网络的这种实力 才会真正对你的国家 造成很大的损害 对 所以说国家要强 国力要强 我们不是说发生这几次 520我们顺顺利利的过关了 是台湾能力还有 但是我们现在来看 今日的香港 会不会是明天的台湾 今日的香港发生这样的事情 国安额法直接强硬过关 中国完全无拘于社会的压力 就这样强硬过关了 他们可以这样对香港 下一次他们对台湾的时候 国际又会怎么做呢 我们来看VCR 很多人台湾人看到这个报 就说这海潮滤走 都完全不记国际的观感 我中国要怎么做 我就怎么做 因为这是我的内政问题 国际之间我们整理了一下 国际之间怎么样做呢 要通过香港人权民主法案 通过香港自治法 有用吗 要取消对香港的特殊待遇 参与损害香港自治的现任 及前任中国官员 实施签证限制 这条恐怕比较有用 这是美国 英国要开放让这个持有海外国民护照 BNO的港人 大概有三百万人 就是本来他们在英国可以定居六个月 现在延长到五年之久 然后澳洲是要提供避难所 我们再来看欧洲 欧洲是维护香港高度自治活动的议案 大笔数的票通过 通过了又如何 还有来看看台湾 台湾是说要规划港人 到救援助的关怀行动专案 还没有看到蛮具体的一个做法 日本就说可能会取消 让习近平访日 so what 继续做 确实国际压力对于 目前中共要蛮横的去做 压力似乎也不 没办法有一个效果 我们刚才讲到说 不管是德国 美国 法国 目前全世界有二十七国 他们共同是声援香港 so what 除此之外 他要求说你中共要撤回国安法 但是毕竟中国 他认为这是他的内政问题 所以他对于国际压力 如果是他的主权的范围内 国际压力他不当一回事 纵然美国也提出了制裁 包括对经济 香港的经济相关的优惠取消 包括对于香港相关的这些 施压的镇压的官员给予制裁 冻结他资产等等 这些当然对个人 那些官员有压力 但是对于目前习近平要掌握这个政权而言 就算全球二十七国 如果加台湾二十八国 要求中国做了这些行为 他其实就几乎不管 那所以要这样子讲是说 对台湾人而言 要特别注意是说 我们过去很长一段期间 都习惯言论自由 我们都很习惯说 我们可能网路上面 脸书上面都会去声援说 那个香港的民主 香港的自由 甚至反送中 这些言论 在目前的香港通过的港版国安法里面 都可能被他当作证据 我说被中国 中国在香港的这一个 所谓的国安专责机构当作证据 所以台湾人未来如果去转机 或者是说 我们搭的是香港籍的航空器 都是他警察权可能行使的范围 这就是提醒台湾人是说 我们很习惯的言论自由 对目前香港而言 对中国而言 都是法律上不允许的 过去刚刚像主持人特别提到 李明哲的案子 李明哲其实没有武装暴力 李明哲他就是讲了一些 应该推动中国民主的一些话 他就是被认罪到现在 尤其在这次香港国安法里面 他的条文叫做说 如果你是煽动 颠覆国家政权 也是犯罪 最重无期徒刑 煽动是什么意思 我今天讲这个话 公开讲这个话 脸书上讲这个话 或者是LINE上面 群组上面讲这个话 都是公开煽动 那换句话说 他如果要安理这个罪名 最重处无期徒刑的情况 所以我为什么会特别提醒说 台湾人要特别注意是说 我们很习惯言论自由 我们很习惯讲民主自由 但是你看到港版国安法 颠覆国家政权罪里面 你只要讲民主 就是要推翻中国 目前的独裁统治的方法 那所以这个是颠覆国家政权 你只要去讲民主 不管是讲香港民主 或中国因民主 这样的一个话 都可能被法办 那我要回过头来 刚才特别讲 新闻自由这件事情 中国其实对于很多普世价值 我们很常见的 不管是新闻自由 言论自由 讲民主自由 这些事情它是不容许的 那我今天我们台湾 把两个这个所谓 中国媒体的人员 驱逐出去 这个其实台湾照法治来讲 其实非常客气 他们在机场还可以 在那边接受访问 然后讲说他只是有些疑问 这个事情在中国如果发生 那个人是消失的 我举最简单的例子 这前一段时间 在我想武汉肺炎 大家都有注意到说 武汉肺炎当时有一个直播 这个直播是央视的前记者 叫做李泽华 他在武汉当地开始开放直播 说他去看一下武汉的医院 里面人满为患 看到路兵有人入导 同时他去看到这个什么坟场里面 大家大排长龙 就因为这样的直播 他没有加任何评价 他没有开政论节目 就因为这样的直播 人就消失了 就是说他们这个国家 根本没有新闻自由可言 所以美国其实很早就意识到这件事 刚刚这个 那个老师特别提到说 范老师特别提到说 美国今年只有十个 对中国媒体 十个去认定 他是这个所谓外交使团 其实从去年前年就开始 陆陆续续 对中国媒体 其实美国发现说 其实中国媒体不叫做媒体 他其实是一直在做一个 类似中国的传声筒的工作 而且还做情字工作 所以去年其实开始陆陆续续 针对中国的所谓的官媒 去把他当作是外国使团 他发生的法律效果是 第一个你的资产要登记 你的个人资产 跟公司资产要登记 如果你登记不实 你会被法办 你的资产会被冻解 甚至他要求说 你在这边租摄影棚 在这边租办公室 全部的租约都要透明给政府看 美国政府 去年在美国的FBI 还查到说有五个 看起来好像是一般的中国人 但是他们实际上在做很多 还有很多个账号 在做网军的工作 他并没有登记 因此用外国人的代理登记法 FBI把他起诉 通过美国大陈審团认为说 这个确实有刑事犯罪 去年直接送到法院去 所以我说台湾其实客气 台湾客气在于说 我们目前只有说 你这个登记项目 你不能做政论节目 我把你赶出去 中国国台办跳脚说新闻自由 他们这个国家没有新闻自由 有资格跟台湾讲新闻自由 台湾目前对 跟美国比起来 相对客气很多 国家好 太客气 比较客气 但是依法 我们目前也只能做这个程度 好 广告之 我们有更多的讨论吗 回来 好 还记得香港当初要回归的时候 当时候大概香港有出现了一波逃难潮 而当时中国就是一定要把香港治理好 很多的热钱流到了香港 那些跑到这个其他国家 发现说 哎呀 我跑了之后好像少赚了不少钱 当时香港的房地产是一直涨 股票 股市也是一直涨 那涨到了现在 当中国要把自由缩回的时候 你完全没有抵抗的能力 国际这个做法 这个抵制那个措施有什么用处呢 就是说大家去看香港的主境 一下看台湾未来到底应该怎么办 其实其中感触满色的是罗冠聪 他就默默低调的离开香港了 他一手创办了香港众志 2016年他23岁这么年轻 他当选了香港立法会的议员 但是因为宣誓风波丧失了议员的资格 就是他 他就离开了 当然他就说离开香港之后 他只能说现在他接下来要走的是国际战线 他要为香港在国际之间发声 但是您看到他这个 他被中国指控在反送中的时候 勾结外国势力 那他证实离港 表示说无法透露自己身在何处 因为现在这国安法38条 不管你身在何处 不管你是不是港人 只要中国觉得你违反了这个国安法 就可以抓你 所以他说他不能告诉大家他在哪里 但是他字字句句丢流露出对香港的不舍 经此一别 尚未知归途何其 愿他招有幸 半生归来 仍是那个无望初衷的少年 愿香港安好 愿荣光早日到来 这就是现在香港的心情 我依依不舍地离去 我不知道等我过半百之后 能不能有机会回来 现在的香港是什么样的一个面貌 这位香港男子 在国安法过关的当天走上了街头 冲突当中他用这个东西刺伤了这个警察 他当然他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就是暴力行为 但是他在昨晚十一点五十五分 搭乘国泰航空前往英国伦敦 他已经在飞机上这样子被抓了 那让人毛骨悚然的是什么 传出是受到亲中的亲友举报 这就是现在香港的面貌 洛伟员 对了 现在香港是人人自为 其实我们要了解是说 为什么 为什么中国 中共他敢这么强硬的去过这个国安法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国安法一过了以后 那个全世界都会很多国家出来说 来支持香港 支持香港的人民赶快逃离 那他现在就说因为习近平 习近平是自毛泽东以来 最专制的一个国家领导者 他根本你看 他自己都可以修法修成 修成说他变成是什么 变成永远他没有任其志 他这样的法他都敢修了 他还怕你一个香港国安法 那其实你说中共 难道他不了解说 他这个法通过以后 对香港会影响多大 就好比说大家都会 港湾要逃离香港 还有香港的这些 这些民意的人士 他的抗争一定会越来越激烈 那外国的势力也会越来越那个 那刚刚提到提到是说 那个为什么他们可以上飞机 去抓这个人 因为中国有跟全世界三十九个国家 签订那个引渡条例 甚至于跟香港有跟十九个国家 签引渡条例 所以他只要有一个犯罪的一个名称 扣上去的话 那不管你 你只要跟他有签那个引渡条例的人 的国家 他都可以把你抓回来 所以他在飞机上 那所以这样你说好他到英国去 那假如这个是英国的那英国我跟他签 他就可以把他抓下来 那所以所以这个是很严重 尤其最严重的是什么 他是说只要你有花表 花表让那个人民讨厌这个国家的话 讨厌中共的话 或讨厌香港的话 你就可以怎样 你就是在颠覆 就是在毁损香港 你就可以抓他 所以现在我们我们现在这些人 坐在这个地方 我们在批评批评那个中共 我们在我们在在说 我们要支援香港的居民 我们都换话了 你也会被引渡 我只要不去跟他 跟他那个有签署引渡条例的国家 有五十三个国家 总共对啊 总共是五十七个国家 所以很危险 所以大家 我是说那观众朋友 趕快去看看 看看那些那个 跟他有签引渡条例的国家 到底到底是哪一些人 已经由郭云星提醒了 尽量误从港澳转机 之前就有无故被捕的案例 第二个 与中共签由引渡国家 跟台湾比较密切的国家 包含韩国 泰国 越南 你看哦 大家记不记得 铜锣湾书店 他是股东 他不是 他是瑞典人 他已经有瑞典国籍了 他去泰国度假 还是被抓 泰国没有公升 其实现在中国大陆对香港 他现在是要用一种 很强压的态度 因为离反送中条例 没有过了以后 那中共一直希望 那个香港要对于 他们香港有个 香港基本法的二十三条 对于说什么颠覆政府 什么造成那个国家分裂 造成那个要定那个 十四系列出来 那香港不甩 那香港不甩以后 那习近平为了 他自己本身的一个威望 为了他的一个 那个对内的控制权 要让他们整个中共了解 是说我还是老大 我还是可以控制你香港 所以其实他不惜任何代价 他就一定通过这个国安法 其实对香港来讲 香港的整个经济面 是影响很大 其实在回归之前 那个香港对于大陆的 那个所占大陆的GDP 是差不多18.6 可是你现在这样一搞下来 最近这几年下来 你现在占香港的占 那个大陆GDP 只剩2.7 只剩2.7 所以刚刚主持人讲的 他的股票下跌 他的房市下跌 那还有现在最重要一点 就是说 那到底有哪些国家 在香港的一个投资 或者是在香港设那个总部的 是都要撤离了 那一撤离以后 那香港会变成 香港的失业问题 一定会越来越严重 香港的经济活动也会萧条 那你香港 那你他就是要让你港人不好过 就是说你港人 你不去过这个基本法 那么你那个缓送中法不过的话 那你的下场就是这个样子 我就要让你港人 就陷入一个黑暗的世界里面 很多人说香港已死 在财经面来说 当初是蓬勃发展的 其实英国治理之下 他们也不碰政治 香港人我们印象中就很务实 爱赚钱 因为他们也只能赚钱 但是现在的香港 跟当时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还有机会吗 我觉得这是非常难 为什么香港可以变成全世界 前三大的一个金融中心 最重要就是因为 他英国的一个法律的制度 司法独立 所以所有全世界各国人 去那边做生意的人 信任香港的司法 以前是这样 我给你这行李 我只要按照你这个法律规定来 我不会随便的处罚 但是现在香港的国安法 一公布之后 他可以怎样 他可以指定法官 他可以无限期把你给拘押下来 他可以变成是秘密审理 所以变成是你所有的东西 你到底有没有犯法 其实你不知道 因为全部都是杀了 他说了算 而且最夸张一件事情是 如果你香港本地的法律 抵触了港版国安法 是以港版国安法为优先 所以你到底没有犯罪 都他说的 你知道今天出来的结果是 你可能甚至唱 月荣光归香港 你都已经犯了颠覆国家罪 然后甚至今天又有一个新的新闻是 他们有一几家的那个业者 他们就是想说中秋节卖月饼嘛 卖月饼的收入可以 就是之前那个有那种反送中 有些小朋友被告被打 没有钱 他们就资助他 这样也有可能违反了香港港版国安法 所以现在变成是这一步法律 一下去之后 人人可能都是异议分子 人人可能都是刘晓波 那你说在这种情况不稳定之下 谁敢去做生意 全世界变成没有人敢去做生意 这也是为什么从过去这一年以来 他们香港资金外流情况非常严重 但是很多次变成外流到哪里 外流到新加坡 所以新加坡在今年四月的时候 突然公布说我们非新加坡籍的 外汇存底竟然增加了150亿美金 然后人家就问他说那是从哪来 他说对于这个部分我们不便细说明 那很显然就是现在资金外流的情况 非常严重 可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 港版国安法公布之后 这两天港股都大涨 政府做多嘛 对 政府故意去撑盘 那为什么政府要去撑盘 政府就是要告诉你说 没关系没有了西方世界的香港 我香港我光靠我中国 我还是可以把它撑起来 但是大家明眼人一看 那个其实就是一个做多 那个其实就是你用那个中国的大水库的水 弄到你那个香港的这个池子里面 但是你中国大水库真的有水吗 中国现在的那个外汇的问题 也是非常吃紧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现在 他们连领人民币都要控管 他们现在中国里面从河北省开始 从七月开始你只要一口气领超过十万人民币 你要登记耶 以前就这样了 从今年十月七月开始 现在中国有一个决心就是说 我光靠我中国这个富强的国家 我就可以撑住香港了 对 他现在做这个宣传 但是要告诉人家的件事 他们早就放弃了香港 不 其实现在中共是放弃香港 为什么 你可以从一开始 一开始那个邓小平时代的时候 他为了拉拢香港的时候 他讲说一国两制 其实身为台湾人看着香港一路到现在 其实心理感触真的是蛮深的 广告之后我们更多的讨论 马上回来